我們常常開玩笑說到大學的時候 大一還好 你們所學的數學 國小國中都很多數字 國中是數字加文字 英文字 高中的時候英文字多一點 大一的時候還有數字 大二開始 數字越來越少 都是符號 大三以後連數字都不見了 全部都是符號 符號運算 對同學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關卡 所以我現在講這個部分 你們大概 應該十字八九沒有學過 所以就仔細聽 你們馬上大概就用到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一些有用的這些數學符號 那什麼叫有用數學符號呢 有用就表示會考 簡單講就是有用會考 好 這個 這個 我們來看第一個 叫做這個 summation conversion summation是求和 那summation conversion 就是所謂的求和約定 其實這是最早 應該叫做愛因斯坦求和約定 你們可以去找找看這個字 什麼叫求和約定呢 簡單講就是說 我們在以前 像我們剛剛在算兩個項量 在做內積的時候 我可以選擇 A項量 逗得B項量 可以選Sigma K等一到三 AKBK 對不對 這剛剛我們講的 那 為了要讓你整個方程式 看起來精簡 所以我們就把Sigma K等一到三 給拿掉 叫做AKBK 看到人家寫AKBK 你不知道在算什麼 對不對 它其實就是 summation K等一到三 那是一到三 一到二還是一到四呢 那看你這個題目上去定義這個項量 是在起回中間 注意喔 你第一步這個沒有聽到你就掛了喔 大二的時候就掛了喔 第一步就掛了喔 你後面完全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喔 好 再來 所以為什麼叫 所以呢 所以我再寫一句話 Sum over repeat index Index Index是什麼 就是下面這個下標 叫index指標 我知道 Einstein求和約定 或是求和約定呢 你寫AKBK 表示我K要從1加到3 所以AKBK其實相當於 A1B1加A2B2加I3B3 假設是三位座標 這是我們跟大家的約定 那 所以我們第一次 進到Iinstein的想法裡頭 Iinstein怎麼想這些數學問題 因為數學方法是很麻煩 所以他怎麼辦 他把那些資料給約化掉了 後面很多人都這樣用喔 所以 這個跟不上就沒有辦法了 好 再來 再來 我們看 再來還有一個呢 這個Sigma K的1到N AIKBKJ 那 這AIKBKJ呢 代表是什麼意思 代表的是 你可以看到 你這裡頭中間有個K這個變數對不對 這個K變數呢 可以是由1走到N去喔 可以 I跟K I跟J呢 是某個定值的話 那我Sigma AIKBKJ 那我的變數就是這個K 那N到底是多少 1、2、3都可能 1、2、3、4甚至10、11 假設今天考論的空間 1為、2為、3為、4為 一直到10為、11為 都可能 都可能 好 那還有一個呢 再來呢 再來呢 這兩個 IPSTOF IJK IPSTOF IJK 這個東西叫做VBCNITA 它是一個 等一下我們會定義它什麼東西 VBCNITA 是一個做交換符號的時候 它所代表的值 它可以是1 可以是-1 可以是-1 好 好 我們先去寫 假設今天我的J跟K呢 分別會由1到3去變 所以J等於1到3 K等於1到3 那我的IPSTOF IJK呢 這裡頭呢 J跟K是變數對不對 所以I就不變了 那這整個 我們會解写成 IPSTOF IJK AJBK 那如果像這樣你就知道 I是某個定值 那JK呢 它是會變的 它可能是有1到3 1到4 1到多少 不知道 這樣了解意思嗎 可以齁 可以齁 好 講過囉 所以大家的電磁學 或者是力學 應該都沒有問題對不對 很快 一上課 就馬上遇到這些符號囉 好 所以我們的舉例 比如說A1的B 本來我們可以寫成A1 B1加 SIGMA AK-BK 對不對 現在就寫成 直接寫AKBK SIGMA我就不寫了 好 剛剛是第一個符號 好 第二個符號呢 這個Chronic Delta 那這個Delta呢 簡單來說是Delta方群 但是也不能講 就是Delta方群的一種定義 那這個符號怎麼看呢 這個Delta IJ 假設今天I不等於J 比如說I是1 J是2的話 那它的值就會等於0 如果I等於J呢 它的值就是1 它的值就是1 所以我們舉例 假設在三分鐘中 我的Delta12會等於0 Delta23也會等於0 Delta14也會等於0 Delta24也會等於0 所以這些只要它的Index 它的指標不相同的都等於0 那哪些有值呢 Delta1 1 2 2 3 3 4 4 這些都會有值 都是1 都是1 好 因此呢 我們會把我們的內積 可以再做進一步的改寫 寫成它是一個更廣泛的一個 一個描述法 來 我們本來A.B 我寫在這邊好了 在這邊 要仔細聽喔 高中有學過I.San球的約定嗎 沒有 好 OK 看到這個 你們會想像到 未來你們苦難日子要開始了 沒有數字可以做計算的 日子要開始發生了 好嗎 來 A.B 我們在高中程度 A1 B1 加 A2 B5 加 A3 B3 對不對 好 到高三的時候呢 就變成Sigma K 等於1到3 AK BK 到大一程度的時候呢 就變成 AK BK 到大二的時候就變成什麼呢 Data KJK 對不對 我用KJ KJ AK BJ 這全部都是等價的喔 我們來檢驗一下 很簡單 我們剛剛說Data一定要什麼 這兩個指標相當才會有值嘛 其他都是0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Data放進去之後 如果K不等於J就等於0 所以K一定要等於J嘛 它是不是就退化成AK 如果我把這個拿掉 變成退化成AK BK 對不對 就退化成上面這個式子嘛 是不是 這個式子再退化成什麼 上面這裡嘛 K1到3這個式子嘛 最後就回到這裡嘛 那它就是什麼東西 這樣有了解喔 下週起初考的時候要回算了喔 好我們看下一個 第三個 第三個呢叫做 BD Switching Tensor 這個就叫張亮囉 叫張亮囉 張亮沒有學過啦 向亮可能還學過 張亮應該是沒有學過啦 好我現在講什麼叫張亮 現在解釋叫什麼叫張亮 假設今天我有根繩子 來你們來想像一件事情 想像一件事情 我今天拉這個繩子 拉這個繩子 神上的張力要怎麼算 還記得嗎 我左手 應該說你們的左邊 這隻手往左邊施力 右邊這隻手往右邊施力 所以我越拉 兩邊施力越大 是不是越拉越緊 對不對 但是以力的角度來說 這根繩子並沒有移動嘛 對不對 它合力為0嘛 那合力為0 是代表張力為0呢 還是只是說 左邊跟右邊的施力平衡為0 施力平衡為0嘛 對不對 我兩邊施下力越大 繩子感受到的張力怎麼樣 越大的嘛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我要解釋這個張亮呢 你們聽過五馬分屍吧 有沒有 你們聽過五馬分屍 聽過嗎 這個 古代的酷刑之一嘛 對不對 五馬分屍的時候 當然不可能有一匹馬 拖了另外十匹馬 把人這樣拖著走 一定是五個嘛 我們五個方向 對不對 對不對 務必求精力平衡嘛 對不對 只是說那個人身上所承受的力 越來越大 結果他就 全身都分開了嘛 對不對 那 我身上感受到的力 到底沿哪個方向呢 綿密合力為0啊 對不對 我被拉開 我感受的方向 我感受到有人往左邊 有人往右邊 有人往上 有人往下 對不對 那這種感覺就是所謂的張力 這就是張力 你們在解圖題目的時候 最常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什麼 我現在 假設也跟繩子兩邊掛這種物對不對 掛在一個這個什麼 三角形嘛 有沒有 這種屏幕有做過嘛 對不對 那他會問你什麼問題呢 第一個 他會往哪邊動嘛 對不對 第二個 繩子的張力是多少 是不是 那你會覺得很奇怪 繩子的張力掛過這個三角形的這個錐啊 應該是這樣子 然後 這樣子嘛 對不對 這裡掛一個方塊 這裡掛一個方塊 這裡有一個滑輪嘛 對不對 對吧 這叫M1 這叫M2 對不對 你在描述繩子對它的拉力的時候 這邊的繩子拉力是朝上嘛 對不對 這邊的繩子拉力是朝這邊嘛 對不對 那怎麼同一條神上有力往左有力往右呢 因為它這種力叫張力 它是一個張量 所以我們學過的 你們學過的向量 它是一個方向 那張量呢 張量不會這麼寫 我們用這個符號叫T Tensor 上面的符號是什麼 左邊箭頭跟右邊箭頭 這叫張量 這叫張量 這樣了解嗎 可以嗎 那一種常見的張量 日常生活中你們常見的一個張量 是什麼呢 有去吃過 你們來中間應該也很久了吧 對不對 有吃過QQ地瓜球嗎 有沒有 那個 實踐路跟那個叫什麼 實踐路跟那個叫什麼路啊 的交口不是有QQ地瓜球嗎 有沒有吃過QQ地瓜球 沒有吃過總吃過漢堡吧 你吃漢堡的時候 你想想看喔 牛肚運動店告訴你 你吃漢堡的時候 一定是上面的牙齒跟下面的牙齒 壓下來對不對 所以唯一應該要發生的事情是什麼 漢堡被壓扁 是不是 或是你吃魚丸 上下咬的時候 魚丸應該被壓扁嘛 可是你發生一件事情喔 魚丸會噴子 往舌頭噴往外噴 對不對 你可能噴到 坐在對面的人的臉上 或是噴到自己 舌頭燙死了對不對 這種事有發生過嗎 那我問你 這不合理啊 牛肚運動店告訴你 你這個物體位移 只會沿著你失利的方向嘛 你怎麼會上下壓 噴往左右噴呢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對不對 跟你物理跟你的生活 學用落差 完全不合啊 其實不是這個樣子的 其實就牽扯到 什麼叫做髒量 你往上下失利的時候 你撞在物體上 物體會有一個左右方向的分量 為什麼會有左右方向的分量呢 我用一個東西解釋給你聽 因為這個張亮 你已經沒學過 所以你們可能不容易理解 我問這個 你班的同學 你們現在都不打撞球了對不對 是不是 撞球 假設這是一號球 這是二號球 這是白球 對不對 對不對 如果重球這樣打的話 二號球會怎麼走 二號球會怎麼走 往這邊嘛 對不對 以前我們都會排那個叫鐵球嘛 對不對 你們現在已經不玩重球 就大概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然後 他為什麼往這邊跑 我失利算在這邊的合力 可以跟兩個分量嘛 對不對 是不是 我們剛剛講漢堡 漢堡裡頭 就很多原子漸漸就像這個樣子 所以你上下施力 他會有左右的分量出現 對不對 對故里來說 他就天生有一個分量的比值 這種比值就是所謂的張量 這樣了解嗎 這跟你的排列有關 OK 好 那講完大概張量的概念之後 我們來回來這裡 我們剛剛講的叫做 Md Simicic Tensor Tensor Tensor就是張量的意思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二階張量 講的是二階張量 講的是二階張量 那這個二階張量是什麼呢 它的定義是什麼 我們來看 它的定義是 Ipsum AB 等於負的Ipsum BA 就是下面的指標互換的時候 才有負號的 那因為是二階嘛 所以AB只有1跟2 那我們又定義一個 Ipsum 12 等於1 Ipsum 12 等於1 所以反過來說 那Ipsum 21 就是負1 就是負1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這裡 今天我知道 Ipsum 12 等於1 Ipsum 21 等於負1 那Ipsum 11 跟Ipsum 12 它就必須要等於0 為什麼要等於0 其實這就牽扯到什麼叫做Tensor Tensor Tensor一般來說 然後我們 向量也會寫成它是一個數字 比如說A 等於A1 X方向 舉例 但是張量的Tensor 會選什麼樣的形式 選這樣子 Ipsum 11 Ipsum 22 Ipsum 12 Ipsum 21 Ipsum 21 Ipsum 22 這個值叫做1 所以這個值叫負1 對不對 如果今天我發一條對角線這樣過來 這兩個 以這個轉軸來看應該要對稱嘛 可是呢 1變成負1 所以它叫做 Anti-Signature的反對稱 這樣了解吧 好 那解決這兩個值 這兩個值 那怎麼辦 數學上哪一個數值 自己是自己的負值 自己是自己的負值 只有一個值 叫做0 對不對 所以我1跟2它必須就是0 1跟2就必須是0 注意喔 這跟Delta不要搞混 Delta要相等它才有值 這裡頭反對稱矩陣相等是不會有值的 所以自己等於自己的負值 所以它一定要求它是0 好 OK 那這就是Anti-Signature的定義 好 那我們來看那三接呢 Ipsum ijt 怎麼辦呢 這就更麻煩囉 好 Ipsum ijk 我怎麼知道它的值是多少 它定義是這樣子 來 假設我這Ipsum的排列順序 要把這Ipsum做一個遊戲 把它做排列 排列成 排列回原來1 2 3 有點像玩魔術方塊 對不對 假設我一開始Ipsum 是1 2 3 假設我一開始Ipsum是1 2 3 那今天呢 今天呢 我給你一個Ipsum 叫做3 1 2 好了 我怎麼把它排列回1 2 3 怎麼做呢 它的規則是這樣子 譬如說 我要把它變成1 2 3 對不對 所以我先第一步變成什麼呢 3 我先把我先這邊 3 1 2 我第一步要怎麼做 我可以像我把1放來 跳過來這邊對不對 所以我就變成1 3 2 所以我做了第一次的交換 再來呢 我再把3移過來 所以變成1 2 3 我就回到我要求的1 2 3了 那我從3 1 2變成1 2 3 我做了幾次的交換 兩次嘛 對不對 所以它透過偶數式的交換 可以回到1 2 3 透過偶數式的交換 可以回到1 2 3 那偶數式的交換回到1 2 3呢 那這個Ipsum 講到以這個來說 Ipsum 3 2 3 1 2 它就是1 偶數式的交換 那如果說要激素式的交換 才可以變成1 2 3的話 那它的只能-1 激素式的交換 最後呢 其他的例子都是0 他說怎麼會有其他例子 有喔 有其他例子喔 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啦 所以我就 你看 Ipsum ijk 等於 如果把i1到jk之間 就變成負的嘛 對不對 那如果我把這個j跟k 互換的話呢 變成這個值 ikj也是負的嘛 對不對 那我甚至可以換更多次 對不對 把這個k給換到最前面去 一次兩次 對不對 兩次成員呢 一次 加員呢一次是三次 還是還是 還是 還是 好那我要解釋什麼 叫otherwise 其他狀況 其他狀況就是 剛好i等於j 或是j等於k 或是i等於k 或是i等於k 或是i等於j等於k 叫做其他狀況 譬如說 譬如說什麼呢 Ipsum 112 112 112是相當於iik iij 對不對 113呢 iik iii jjj zjjjjjjk kki 之類的對不對 那些值都是0 只要有任何兩個箱本 或是三個箱數都叫做0 那其他人看你交換的次數有的是1有的負1 好 再來有沒有問題 有聽懂齁?真的有聽懂齁? 有沒有開始覺得前途一片灰暗的對不對 開始要考慮要轉到哪個系的對不對 你們發現以後的物理學 大家以上學的物理學也是很不一樣的 都只有這些符號齁 好 所以我們來看齁 包括剛剛前面愛因斯坦球 愛因斯坦為什麼厲害 你看到最後的事實1等M2 大家很厲害 因為公司這麼簡單大家都很懂對不對 中間的過程不是那麼簡單 來我們來看齁 比如說我剛剛已經舉過一個例子 321 321怎麼變回123 第一個我把3移到2跟1之間 對不對?變成231 再把3往後移 變成213 對不對? 最後再把2跟1做一次互換變成123 所以我做了3次的兩個互換 對不對? 它是什麼? 奇數次 那因為它是奇數次呢 所以它是互1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今天來看齁 假設今天是四維空間 不是三維空間 3421它做了幾次呢? 會變成1234 來看齁 第一個我把1放到42之間變成3412 再來把1呢再放到34 就是我盡量把1往前移 把1放到這邊來變成3142 再把1往前移變成1342 那再來呢 我們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想說 那再來移動誰? 我們想把4移到最後面 對不對? 變成1324 最後把23互換一次就1234 這樣過程做了幾次的互換? 5次的互換 所以它也是奇數 OK 那在這裡頭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偶數次 我只要講一個就好了 312 312怎麼換成123 把3 所以我剛剛把3放到12之間 對不對? 再把這個3呢 1到2後面就變123 做兩次的互換 就是偶數 所以它只是1 那下面我就不說了 我們自己去順順看 好 所以呢 我們剛剛前面第九章 我們忽略掉了一個 A cross B最後一個值 最後一個值 我們怎麼去用求和約定 再加上剛剛選的所有話來表示呢 你看喔 這個值最後得到的 K寫成K方向 注意K方向是跟AB 互相隨著的方向 它的方向是K方向 然後呢 它前面的YKAB 是YKAB 所以當你A跟B相同的時候 就等於0了 就不用算了 對不對 一定K不等於A不等於B 才會有值嗎 是不是 再來A跟B要怎麼去 去去去去 去定義呢 後面是AA跟BB 也就是說 我可不可以AABA啊 不行 因為你AABA的話 這個B會等於A嘛 對不對 所以它又等於0了 所以呢 你可以算算看 所以我K方向YKAB 是不是就可以完整的描述這個東西了 注意到Insan球 因為A要從123去走 B要從123去走 只是它是1的時候 它就不可以是1 對不對 因為如果A是1 B是1 這裡就等於兩個相同的值 這個值就等於0 對不對 所以A是1 B一定要是2跟3 A是2 B一定要等於1跟3 A是3它一定要1跟2 對不對 那至於是正號的負號呢 就看它交換幾次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 像這樣子 A123不用交換 它就是正值 對不對 A132就等於要交換一次嘛 它就是負值了 極數 這樣了解嗎 可以齁 可以齁 好 那這些符號還有什麼樣的一個數學用處呢 數學運算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萬一沒有兩個Ipsom相乘的話呢 Ipsom AK Ipsom KB 它可以有個數學結果叫做負的ΔAB 這就是我運算都會用到的 怎麼兩個VBCV它乘在一起 它會變成Δ 變成那個ChromexΔ 我們來看一下 來以這個例子來說 我剛剛講嘛 講到你寫AK KB A跟B是固定值嘛 會變成是K嘛 對不對 那假設我們在二階的系統來看的話 來你看喔 K要帶多少 帶1跟2嘛 只有1跟2給你帶嘛 我們就來看喔 好假設A叫做1 B叫做2 那K先帶1的話呢 變成Ipsom 1 Ipsom 2 對不對 再加上什麼呢 K還要變成2喔 來這個值呢 我們還是寫一下 好 免得你們忘記喔 來 我們的Ipsom 1K Ipsom K2 其實它是什麼東西啊 它其實Sigma K等於1到2 Ipsom 1K Ipsom K2 對不對 聽到我前面講 它其實是這個東西 所以它要算的是什麼 它其實要等於什麼 Ipsom 1E Ipsom 1E2 加Ipsom 1E2 Ipsom 2E2 對不對 它其實等於這個東西嘛 它其實等於這個東西嘛 好喔 來我們看看 第一個 Ipsom 1E2 不用算了 因為Ipsom有兩個相同的指標 對不對 前面這個值就不用算 它就等於0 那後面這個呢 它一個Ipsom 2E2 它也不用算 也等於0 所以0加0等於0 所以第一個 Ipsom 1K Ipsom K2等於0 好那我們再來看 第二個值 我們在換另一種情境 什麼情境呢 假設我是Ipsom 1K Ipsom K1的話呢 所以這種Ipsom 1K Ipsom K1 就變成什麼呢 Ipsom 1E1 Ipsom 1E1 加上Ipsom 1E2 Ipsom 2E 對不對 因為K在中間這兩個 只要用一代 跟用二代嘛 對不對 所以達到值是什麼呢 前面這個不用看 也是0對不對 後面這個Ipsom 2E 叫做1嘛 Ipsom 2E呢 它是Anti-Symmetric Tensor 所以它 要等於-1嘛 所以1乘上-1 它的值就是-1 就是-1 就等於-1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總結這兩個例子 好不好 總結這兩個例子 當你 當你的這個 A跟B不相同的時候 它的值是一定要等於0 對不對 A跟B相同的時候呢 它會等於什麼 -1嘛 所以呢 我的Ipsom AK Ipsom KB 就會等於負的跌台 A等於B的時候呢 它只等於1嘛 1乘上負就變成負的1 就是像這個例子 當你A不等於B的時候 它就等於0嘛 對不對 就上一個例子 所以第一個 它的數學式的這個意義就是這樣子 好 有沒有問題 有看懂嗎 有嗎 有齁 有齁 好 來這個 看到這個死了對不對 來這個更複雜一點 Ipsom IJK Ipsom IAB 它會等於什麼呢 好 我們來看 IJK IAB 注意到第一個數字是不是一模一樣 第一個都是I嘛 對不對 只是後面變成JK跟AB 它會等於什麼 Data JA 就是2跟2 有沒有發現 2跟2在一起 乘上呢 Data KB就是3跟3在一起 有沒有看到 這前面第一項 第二項是什麼呢 減到第二項是Data JB J是前面的第二個指標 B是後面的第三個指標 寫到Data JB 再乘上Data KA KA是誰 第一個 Livisivita的第三指標 跟第二個 Livisivita的第二指標 存在一起 好 我們來舉個例來 FB FB FB